宇喬接下來問妳 聽說妳穿衣服很鑽牛腳尖 因為我是天秤座 妳這種身材隨便穿 隨便漂亮 有什麼鑽牛腳尖 妳知道我就是每次出門 我會站在我的衣櫃超久 就是我是一個 妳滿完美主義的 對 一我是完美主義 二我就是有選擇 選擇性的障礙 然後像我跟我朋友聚餐 一為了要減少我選擇障礙 我就會先問朋友說 妳要穿什麼 第二是我覺得拍照 看起來很和諧 對 所以我都會問說 妳明天要穿什麼 那我就配合對方 因為我衣服很牛 好認真 對 我在那邊配合這樣 然後我朋友就說 我們明天要吃下午茶 那她就說她想穿個 藍色的洋裝 我說好 那我穿粉紅色的 或者是白色 五個人吃飯不要問一圈 不要撞身 對啊 妳每個都會問一下 拜託前幾天 前幾天楊晨熙約了 十個女藝人要去牛奶湖出 海 對 然後我說妳開個群組 我就說請所有的美女寶寶們 把你們要穿的比基尼 拋上來好嗎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妳要先預覽 誰A或B會撞三 然後還真的還好先問耶 因為本來我跟另外一個女的 本來要穿同一個 然後就跟壽星撞了 就變我們三個 就會穿同一套比基尼 就很甘 我就會覺得 很有緣分耶 沒有 因為那個很樂 不能搶 不能搶 那個壽星的風格 顏色學拍其實拍照很漂亮 對 然後就是大家這樣 分散會比較美 所以那一次就是我跟我 女生朋友就約了下午茶 我就又問了說 妳明天要穿什麼 因為那地方還滿夢幻的 他說他要穿個藍色的洋裝 然後他還拍給我看 我說這件滿漂亮 我就選了一件 粉紅色的洋裝去搭配它 我覺得兩個拍照 就會很夢幻這樣 對 然後我到了 然後我看到他傻眼 他穿白色T恤跟牛仔褲 我說不是洋裝 你不是要穿洋裝嗎 他說對 因為但是 因為他今天早上太早起 然後又去辦事情 然後他就是有點來不及 回去換衣服 所以他就直接來吃小茶 他怕他會遲到 對 然後他就想說就 沒有回去換 我說那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對啊 那不是你朋友 他不是就知道 要傳給你嗎 對 然後他忘記 他說對 我忘記跟你講了 我說沒關係 你先進去一點 你要幹嘛 我回家換衣服 我就從回家換衣服 妳回家換衣服 很近 因為我家 離那一家店滿近 所以就是一個幕式就是 很有心 對 我就會讓兩個拍照好好看 他就嚇到說 真的假的 我說 那如果你穿洋裝 他穿這樣子T恤 牛仔褲 你這一集拍照 你會不舒服嗎 我不想當焦點 他會覺得如果人家看到 可能會覺得他太誇張 對 就會覺得 我故意穿漂亮 所以你很在乎 別人對你的看法 對 我會希望說他是休閒的 我也是休閒的 就是我不想要當焦點 就是取得一個和諧 不過可以確定 跟妳出去玩那個 照片應該都很漂亮 我都會幫大家 都設計過 拍照 而且我還幫大家修圖 修完再傳給大家 我前幾天修到半夜四五點 就是幫一群女生修圖 副業 當女朋友很好 好幸福喔 二三十張照片 修到四五點 真的 那每個人都修嗎 還是紙修 每個人 觀眾朋友一定很不解 長這樣了 幹嘛還要修圖喔 每個人 而且我還 你知道我拿一張紙跟筆 寫下每個人的妝容 比方你 我就說 你是那個裸妝 然後你是那個什麼 對 然後每個妝容 每個都這樣按那個臉 然後去調它的顏色 然後妳拍太久 我是說真的 真的好認真 像到早上四五點 真的 我覺得我生活得太不認真了 宇霄傳給我們照片 要趕快回來 因為他真的很認真 對 好 每個人的點不一樣 你是為了孩子鑽牛角質 對 我的話 就是對孩子我會 有時候真的也是不小心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走到很鑽牛角質的地步 我就會把小事情搞大 然後大事就會搞砸這樣子 就比如說 我主要是對我們家弟弟 就是我們家小隻的那個弟弟 他的髮量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尤其是那個 就是兩側這邊 為了用這個紅圈圈 把它圈起來 就是稍微有一點稀疏啦 讓它補一下啦 就小朋友而已啊 長大的就是兩歲多快三歲 兩歲多跟稀疏有什麼關係 可是不行 我就是很在意 我就很害怕 妳媽好把它圈這麼大 妳幹嘛 讓它難過 我就是其實我心裡 現在就是這個樣子啊 對 然後就是因為 我自己很在意 我覺得他現在這樣子 我就很擔心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髮量很多的人 我就覺得 我怎麼會生出這樣子的寶寶來 應該我的孩子 我們家老大就是毛髮 都非常旺盛的 但怎麼會小隻的這樣子 所以我其實 她是兩歲耶 對啊 兩歲還會再長啊 吃點海帶就好了 真的 等等 我沒有 我就先回家問了一下 我爸媽就是說 就是舊自備的 他們的小孩子是不是 也有 會未來有禿頭的基因 他們現在大概長什麼樣子 我就是要了照片來看 那同時間呢 我也就去生家調查一下 我老公他們那邊 阿伯自備的 就說他們現在那個照片 你可不可以都 寫給我看 真的很在意 我就 對 我真的很在意 而且我還有一次是凌晨 我就自己坐在電腦前面 我就打 嬰幼兒毛髮稀疏 就我就打關鍵字 我就看看 因為打嬰幼兒執法 我找過 我找過 不要吧 小朋友不能執法 因為我當媽媽妳不懂 我就還因此 我就想了很多 我就想說那 因為網路上我真的看很多 就沒有什麼太多 太有建設性的一些建議 有用嗎 真的是海帶 沒有 重點是我直接去掛號 我找醫生 還看醫生 你們知道 我就是 因為一開始我不知道 找哪一顆 我就想說先加一顆 先問問看好了 對 那加一顆醫生也真的很好 我就說你先幫我看一下 他是不是毛囊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那有沒有什麼幼兒的執法 還是什麼的 就是醫生都已經有一點 就是好氣又好笑 那我問他說 那像這樣子如果真的有狀況的話 未來要看哪一顆 他跟我說應該是皮膚科 應該是不用看 對 應該是沒事 不好意思這樣跟我講 然後後來我回家 就跟我們就是家裡的人講 他說每個人都冷笑 我就是真的覺得 我們現場是大笑沒有冷笑 對 對 然後我有時候給我老公看 我就譬如說拍照 你故意把他頭髮遮起來 沒錯 清姨姐 你懂我 我就遮起來 你看我那個老公 可是他會難過 對 你看他的臉 他的臉就有點鬍子有沒有 好小孩子不知道 然後我老公很好秀 你知道嗎 他現在知道 所以他說 為什麼戴帽子 我就回他說 像禿頭 不好看 這樣子 好啊 你把它寫出來了 這樣子好嗎 我也是跟我老公講 因為他問我說 為什麼要把小朋友 好好的一張照片 然後突然用了一個戴帽子這樣 我就覺得我必須跟他解釋 然後又就是因為 你是要修圖軟體很好用 可以教你怎麼修 可以長頭髮嗎 對啊 那四五點啦 那我是修三十幾張啦 你一張不用 對啊 好啦 我可能要學醫生 但我就是想說 就是想要從根本 就是幫他治療器這樣子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點 是小朋友 我們家弟弟也是 聲音稍微比較 就是低沉 男生 就聲音比較低沉啦 那我就想說 我也是想說 帶他去看看醫生 就是想說 等一下幾歲的 也是兩歲半 就同一隻 對啊 然後我就問 如果同情他 他沒力量好好的 他都可以像 女生聲音好吧 我弟弟 我弟弟小時候聲音 跟我一模一樣 那真的比較可憐 對啊 比較可憐嘛 我爸爸媽媽都 每次接電話都說 是姐姐還是弟弟 都不出來 所以因為他游的時候 又帶點沙啞 所以我就打電話去 XX大醫院 我就掛了美生門診 然後我進去 他游 現在真的 我是真的有大醫生 你不要媽媽焦慮很少 可以看啊 你都需要去看醫生 你跟老公講的一樣 我都說醫生真的很可憐 我為醫生感到不值 他都覺得我在鬧醫生 反正重點是我進去之後 我也就是 因為我知道 小朋友兩歲多還很少 他不見得會在醫生門診間 就是一直講話 讓醫生判斷他的聲音 所以我就一進去 我就立刻拿了三個 他唱歌 平常唱歌的錄音給醫生 我就逼醫生看 然後同時間我又逼迫小朋友 趕快講話 現在醫生在 對 然後醫生就聽一聽就說 醫生想 這媽媽到底有什麼問題 對 醫生後來真的就是 他很有耐心地安撫 他說沒事 那小朋友可能 也許長大就會改變 因為我就一直懷疑 他是不是身在長檢 他說長檢這個 也要等到他成年 才能檢查出來 因為那個要內飾 他才兩歲 對 我說那什麼時候 可以動手術 他說這是要成年 對 我說醫生就很有耐心 回答我所有的問題 然後後來就是問到 他說媽媽你還有問題嗎 不然我們後面的人在等 你這樣搞到醫生 要去看醫生了 真的 我就是 我很謝謝醫生 但是你知道 就是媽媽對於小朋友 頭髮啊 聲音啊 就是都覺得有一點要求 媽媽你放輕鬆 讓他快樂長大 就長出來了 沒錯 其實聽到之後 我比較擔心你老公 老公壓力 大概怎麼辦 我們先進廣告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喔 請大家記得搜尋 東風衛視 或者是掃下面的QR Code 同時一定要記得 要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 最新的節目內容 而且有很多 網路獨享的好影片喔 還有還有 記得分享給你的 親朋好友吧 最新的豪華